一整排黑色轿车直接大喇喇红线围停 让其他车辆和行人出入困难 而这里可是医院出入口 但究竟是谁这么嚣张 镜头拉近一看 挡风玻璃里头摆着的 竟然是立法院通行证 上面还写着委员专用 让民众气得大骂 他带刚截肢的父亲回诊 但急诊室出入口被挡住 只能把车停门口坐轮椅进医院 民众和司机理论 竟然还被司机当面呛瞎 难道不能停吗 而这些车辆原来都是桃园当地 国民党的立委坐车 坦言是国民党桃园党部 借了天成医院当开会场地 但实际回到现场 可以发现医院门口就是大马路 就算到了晚上车流量仍相当大 只要一有人围停 不只救护车进出困难 车流也会回堵 到医院去开会 我就觉得国民党是很奇怪的事情 何况造成这个结果 就是国民党自己去承担 话说得很酸 而这辆黑色B&W轿车 后来也被证实 正是国民党立委 吕玉林服务处的车辆 但可不止违规停车 另一张照片还直击 这辆白车直接并排停车载人 而这人正是国民党立委万美龄 与会的立委赶紧切割 而被点名的吕玉林则是在截稿前都不回应 尽管开车的不是立委本人 但自己的驾驶违规党道 立委恐怕还是得承担舆论谴责 会议结束一大伙人穿着背心 在讲台前开心合照 国民党18号举办桃园党代表座谈会 而这地点就在天成医院 国民党中常委谢坤宏脸书上 放上十多张照片 可以看到议员詹江春 前立委陈学胜都在场 谢坤宏还特别感谢立委张玉梅提供场地 原来张玉梅就是天成医院董事长 原来张玉梅这回出界中立天成医院场地 给自家人举办座谈会 却惹出与会立委围庭 让病患权益受损 本来开会一堆人 好几十个 他们停这边 民众耳闻围停车辆恐怕不止一两台 只是看看兰尾围停的这条路 因为警铃急诊室 不时会有救护车进出 若是因为违规停车 延误病患就医 后果恐怕相当严重 事隔一天相同地点 已经没有出现违规停车的情况 兰尹立委赶着开会之渝 在医院周围随意停车是否合适 恐怕得为民众多多着想 三选赵英杰国营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ڈ